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每天都用心分享养生资讯 您的认可是我们坚持下去的最大的动力 希望您可以帮忙点击订阅 这样对频道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 也让更多的朋友得到养生资讯 糖尿病是胰岛素分泌不足引起血糖升高 胃主的内分泌代谢性疾病 年轻人们可能都觉得糖尿病是老年人 才得的病 离自己很远 其实近得可怕 甚至不少儿童已经是小唐人了 成人糖尿病前期比例为35.2% 每三个人就有一个糖尿病前期患者 而且糖尿病就像一个潘多拉摩河 有100多种并发症 可能导致失明 足不残疾 肾衰竭等严重后果 糖尿病的八个典型症状 1.口腔问题 糖尿病的患者在初期的时候 身体可能就会有一些症状出现 像是口腔会有不适的症状 常见的糖尿病引起的口腔问题就 就是牙齿松动脱落 牙周炎牙银炎等等 如果不是因为口腔疾病导致的 那么就考虑是糖尿病初期症状的范畴 2.四肢麻痹 如果在平时大家发现 自己出现了手腿麻痹或者阵痛的情况 那么大家需要特别的注意了 这些可能是因为糖尿病引起的 它们都属于糖尿病初期症状了 此外大家还有一些情况要注意 就是一些糖尿病患者的初期症状 主要表现为夜间小腿抽筋 3.时常饥饿 饥饿感可以说是糖尿病初期症状的一大特色 并且这个症状很有可能会一直伴随糖尿病患者 如果说一个正常人突然表现出食欲大增 并且非常喜欢吃甜食的时候 那么此时就需要特别留意了 可能是身体出现糖尿病引起的症状 4.体重减轻 当你没有运动 没有吃减肥药 什么都没做的时候 体重突然减轻 千万不要欣喜若狂 因为这很可能就是糖尿病初期症状 因为在糖尿病初期症状时 血液内的葡萄糖不能被充分利用 从而使得糖尿病初期患者的体重突然减轻 5.口舌干燥 口渴是糖尿病初期症状的典型表现 一般平时不怎么喝水的人 现在突然间水杯不离手 这时就要当心 有可能就是糖尿病初期症状的表现了 6.便秘腹泻 糖尿病初期症状有个特点 那就是腹泻之后便秘 便秘之后又腹泻 如此循环往复 倘若腹泻与便秘交替出现 那就要怀疑可能是糖尿病初期症状 较好能够及时去医院进行确诊 糖尿病血糖失控的原因 要知道影响血糖的不仅仅是药物 还有很多其他原因 1.饮食不当 长期进食过饱 会使人体内分泌胰岛素的胰岛 B细胞长期处于负担过重 相对疲劳状态 造成胰岛素分泌功能障碍 特别是有糖尿病遗传疫感性的人群 极易诱发糖尿病 事实上 饮食调整是糖尿病患者的治疗的基础 糖尿病患者的日常饮食 要遵循控制总量 营养均衡的原则 与药物治疗一样 糖尿病患者的饮食控制 需要终生坚持 2.睡眠不好 睡眠不好或太少的人 叫一患糖尿病 美国医学会小儿科 勘载的一项研究表明 青少年夜间睡眠不足8小时 有可能会导致上腹部脂肪堆积 和胰岛素敏感性下降 增加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 睡前做些事宜的 准备能有效提高睡眠质量 这里有几条建议 3.水果当饭 饮料当水 天热的时候 即使可口的饭菜摆在面前 也不易引起食欲 有些人就以水果和饮料喂主食 尝尝以西瓜 桃子等一大堆水果来应付一顿饭 在有水果中的非血红素铁 是很难被人体利用的 长期用水果当饭 不仅容易出现血糖膏 还会引起蛋白质和铁的摄入不足 从而引起贫血 带来免疫功能降低等现象 4.铁锅量等于2.3倍糖尿病风险 体内蓄积的铁锅多也可能导致成粘形糖尿病 因此及早咽血有可能帮助识别 有患病危险的人 铁蛋白是血液中的一种铁与蛋白质的配合物 是铁锯脊量的标志 结果发现 体内铁蛋白水平越高的人 胰岛素抵抗的现象越严重 5.缺少维生素液 人体缺少维生素液容易患糖尿病 芬兰的研究小组对健康中年男子 进行了未期四年的跟踪观察 在观察期间内 其中体内维生素液含量低的男子 患糖尿病的危险是正常人的四倍 6.爱看电视,运动少 爱看电视的人是教义得糖尿病的高危人群 与每周看电视时间不到一小时的男性相比 每周看2-10小时电视的男性 罹患糖尿病的危险高出66% 看电视时间在21-40小时的男性 危险增加一倍 看电视时间在40小时以上者 危险提高几乎两倍 7.工作压力大 英国《每日邮报》报道 最新一项研究显示 工作压力大不仅会使人疲劳 紧张 脾气暴躁 还可能使糖尿病患病率提高45% 心脏病 足重 失明和节肢的患病率风险也会提高 德国慕尼黑流行病学研究院 对5337名年龄从29-66岁的工作压力大的人员 进行调查研究 历时12年的研究数据显示 其中约300名之前身体健康的调查者 患上了二型糖尿病 8.情绪和心理问题 情绪抑郁 烦躁 紧张 愤怒 惊恐 惆怅等 都可影响血糖 长期血糖控制不佳 可影响糖尿病患者的情绪 使其对治疗失去信心 亦产生不配合治疗的想法 从而更加影响血糖控制 如此恶性循环下去 实在不利于糖尿病的治疗 糖尿病人怎么办 1.一天喝一杯牛奶 糖尿病人容易出现钙质的缺失 所以在平时应该适当地补充钙质 每天喝一杯牛奶是为何适的 可以喝牛奶或者喝酸奶 这样更能够给人体补充钙质 2.可以天天吃豆类食物 糖尿病人在平时应该常吃豆类食物 比如黄豆和黑豆以及云豆 还有小扁豆和红小豆绿豆等 还可以适量地吃一些豆腐豆浅和豆丝 以及豆腐脑等豆制品 3.常吃全骨类食物 全骨类食物是指不需要经过精细加工 或者经过研磨和粉碎等加工处理 但还是保留了骨类食物具备的一些胚芽和胚乳等天然营养成分 这段时候称为全骨类食物 生活当中全骨类食物是比较多的 糖尿病的治疗是综合治疗 糖友发生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增加2-4倍 对超重肥胖、血压、血脂、吸烟、蛋白尿等多重危险因素的综合干预 可显著减少二型糖尿病朋友心血管疾病发生和死亡风险 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这影片对您有所帮助 也希望您也可以帮助我 点赞和分享给您的朋友 他们会感谢你无私的关怀哦 有缘我们下一期限